为什么不更新 没车牌呀 明明有那么多新车 那个7 那个8 还有那个9 都没交付呀 阿维塔12不是交付了吗 交付了但没有完全交付 你这什么意思 城区自驾和代客驳车功能还没开放呢 那很重要吗 没有自驾的阿维塔就像没有铁树的百大 那就是不重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看中了阿维塔12 除了自驾 你大概率看中的是它 抽中的气质和独特的设计 阿维塔12延续了11的设计语言 但铁锈普遍觉得 它比11更好看 浑身上下充满科技 前后灯带精致纤细 侧面线条肥而不逆 分组系数0.21 大号轮毂动感比例 激光雷达三位一体 车尾还有升降尾翼 但买车以后最好尽快上牌 不然从后面看就像一个emoji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选装一块由一万多颗灯珠组成的显示屏 和这块瓶绑定的是电动门 总价两万元 有一说一 这个电动门还挺好用 用手推拉不费劲 但也要小心车外的柱状物品 小伙子下次当心点 这电动门好啊 好在哪呢 它好就好 对它跟手动门用起来差不多 所以花两万就买了个没什么用的瓶 还有四个和手动门用起来差不多的电动门 你懂什么 这叫仪式 坐进车内 仪式感更是扑面而来 氛围灯光即刻亮起 轻踩车门自动关闭 坐上限时免费的前排零重力座椅 远端屏上的小卡片便会朝向你 欧洲进口真木台面 双50瓦可升降无线充电 内置分到冷却手机的背面 别的车只有一个扶手箱 但阿维塔12每个扶手都是箱 这扶手箱也不好用啊 放冰水就盖不上了 扶手箱扶手箱 那是给你扶手用的 水就应该放在杯架里 但这车窗怎么开啊 在这呢 所以他这六个实体按键里面有四个都是车窗 你不是喜欢实体按键吗 那也不能这么浪费吧 你好作呀 仪式感动不动 这叫超跑同款设计 这么有仪式感的设计 我好像在哪见过 这设计不是很原创吗 不是 我是说这种设计理念 这种feel 这种配色 很像一位故人 哦 他和阿维塔还有点亲戚观 谁呀 长安地爱市 作为一辆电动轿车 下游94.5度电池 尚有溜背设计 很考验后排空间 得益于三米的轴距和两米的车宽 阿维塔12的后排空间十分宽敞 有着不错的包裹感 但坐姿不算舒坦 地板有点高 以备没法调 坐垫有点 好拆 对不起 而且这地板怎么还有个坡呀 脚都没法往前伸 你懂个屁 这叫仪式感 这算啥仪式 开阿维塔12 走向上人生路 除了坐姿 阿维塔12的后排也不算好用 有充电接口 但只有一个 有应急拉手 但下面还有一个 中间有头枕 但不能调节 座椅有加热 但没有开关 有电动门 但关门还是不够优雅 话说这算是个豪华中大型车了吧 对 那后排怎么没有独立空调啊 就俩出风口 前排只要调声空调吹脚 后排就没风了 这叫仪式感 这也有仪式 那后排都是尊贵的乘客 哪能自己动手的 默默 我有点热 好的 以为您打开空调 默默 我也有点 除了后排空间 后窗视野也是个难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么像Model 3和007一样 采用双天窗设计 要么就像高壳Z和阿维塔12一样 直接取消后窗 使用流媒体后视镜 如果还嫌不够激进 你可以花一万两千元 把左右后视镜 也换成流媒体 流媒体后视镜 有很多好处 比如夜晚和雨雪天气 能够提供更清晰的视野 不怕远光灯亮瞎眼 而且阿维塔12 做到了很高的清晰度和帧率 几乎没有延迟 不怕车击死机 也不怕镜头变脏 但想要享受到流媒体的好处 前提是你能够适应它 首先它的位置 不像E-Tron和Electra 那么接近传统后视镜 一扭头容易找不着 这也太难用了 当你不方便扭头的时候 就好用了 扭个头能有啥不方便 现在好用了吧 阿维塔12还非常贴心地提供三种视野 常规 广角 超广角 翻译过来就是非常窄 有点窄 还算正常 它的倒车下翻功能 不像真正的下翻那么下 你也不能像传统后视镜那样 靠着移动脑袋来调整视野 这也太难用了 不是还有圈子影像吗 擦边停车的话 我还是觉得后视镜比较靠谱 那这样 你为我50 我给你个解决方案 好清楚啊 你肯定真是个天才 流媒体后视镜和普通后视镜 最大的不同其实是 视线从车外转到后视镜时 需要变焦 俗称拉风箱 尤其是中间的流媒体 离驾驶员特别近 而镜子就会好很多 这也太难用了吧 它也是有好处的 有啥好处 在频繁的远近切换中 能锻炼你的精状体和结状机 同时预防近视和老花 但这后视镜为啥不能 电动折叠呢 都这么占了还要准啊 但万一测了呢 这么贵呢 那你可以手动折 吐槽归吐槽 只要你能够适应 流媒体后视镜的特殊用法 它确实能为驾驶提供帮助 而某些功能 适应了也是白适应 电子后视镜它的本意是好的 只不过它的视野范围 使用逻辑 屏幕位置 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或者你可以再花50只 说到优化空间 就不得不提阿维塔的玻璃车顶 它的前分挡延伸至驾驶员头顶 提供了更好的头部空间 但这两块遮阳板 把好不容易去掉的横梁 又补了回来 驾驶视野和普通车型 没什么区别 这视野和ET5一样差呀 这遮阳连就不能移到侧面 移不动 汗死了 那它侧面靠啥遮阳 靠它粗壮的A柱 那你说它为啥不像Model X和LS7一样 把遮阳连藏在A柱上呢 你上学那会儿 差致敬同志作业的时候 总得稍微改改吧 那一般也是改过程 没有改答案的吧 差不多行了啊 注意一下舆论风险 也照顾一下车种情绪 那要不咱们说点遥遥领先的 可以 15.6英寸智慧中控屏 搭载鸿门OS车机系统 丝滑跟手 免唤醒 秒响应 还算流畅吧 但感觉没有当年问界 刚出的时候那么遥遥领先 欧贴一下应该就领先了 要不试试语音 小塔小塔 你好 调节方向盘 当前车辆还没有这个功能呢 调节后视镜 当前车辆还没有这个功能呢 打开林正丽座椅 当前车辆还没有这个功能呢 调节天窗 需要帮忙关闭主家的天窗吗 是的 天窗不支持调节呢 你过去找啥是不是啊 转头他不会的来啊 但别家都可以啊 哎呀 欧天一下不就好了嘛 不要在于这些细节嘛 车是用来开的 哦 这辆四驱性能板总功率425千瓦 零白加速3.9秒 实测4.1秒 和001大体一致 舒适模式下 它的加速响应比较柔和 轻彩还算轻快 但身材需要等待 它的刹车表现不错 线性且有力 比001更容易控制 但它的底盘平平无奇 走烂路常有多余抖动 类似小盆G6 飞坡不够稳重 常有多余晃动 看齐腾式N7 在铁锈底盘坐标系里 阿维塔12处在这个位置 那如果花2万选专 空气悬罐和CDC可调减震 那就要等到2月份才能提车 不是 不是说它俩开起来有啥区别 这我哪知道 现在一月份去哪找空悬 我们在阿维塔体验店里 找到了带空悬的12 底盘高度140到285毫米可调 姿态更低趴 飞坡时也有更好的表现 但在压过井盖之类的单边坑挖时 反而会有更多的震动 这个空悬的感觉有点熟悉 就好像那个 理想正常 他们俩同一个功能上 你说现在这些车 为什么都喜欢把空悬跟可调减震 绑定在一起卖呢 当纯把减震仪调好不行吗 就好像那个明觉7 007 GTA还有CT5 因为空悬它听起来比较高级 让人更愿意掏钱 而斯里特听得像是送的 一般小伪招感知不强 说到感知强还得是方向盘 阿维塔12的方向盘非常小巧 中间位置虚位也很小 一上手像在开赛车 单一拐大弯就变成了公交车 圈数不少转弯半径也不小 达到了6.25米 虽然转向平平无奇 但阿维塔12的隔音有点东西 哪怕配备了265宽度 21英寸的轮胎 得于静音科技和前排双层隔音玻璃 阿维塔12的隔音 依然达到了同级优秀水平 虽然没有自称800伏平台 但594伏的额定电压 已经跨入了800伏的门槛 在阿维塔自营充电状上 可以达到190千瓦的充电功率 22分钟充电63% 百公里电耗20左右 不开空调的话 最低可以跑到17.5 我们这两天开了239公里 续航减少了366公里 达6.5折 这电耗一般般的 这尺寸 这重量 这性能 正常 我也没猛的开 电头耗哪去 可能激光雷达功率比较高吧 条阿维塔自然不能不提支架 三颗激光雷达不仅覆盖范围广 也避免了头顶击脚 虽然城区支架还不能用 但华为的要领先在高速高架上 已经可以见为支柱 前车离开时能够及时加速 前车减速时能够平稳减速 跟车够紧 不容易被人插入 变道果断 该加速时就加速 要说有什么不足 一是过弯有时稳不住 二是不擅长 扎到进出 如果说别家的支架 像是拿到驾照的新手 让人无语抓狂 恨不得自己开 那华为的支架 应该已经过了十星期 在某些路况 可以成为你的得力助手 那你就在阿卫塔12算几场好说 不算支架的话七成吧 设计不错 用料豪华 性能强劲 但人机工学一般 驾驶感受也一般 那如果算上支架呢 那得有九成半 如果看重支架 一定得试试华为的 为什么不是十成 那不是有些功能还用不了吗 我就不明白 像不依赖高新地图的城区支架 还有代客博车 这种新功能不开放也就算了 像哨兵模式遥控博车 这种成熟的功能 怎么也用不了呢 正常 极客001刚发布的时候 自身行航 麻醉监测都没有 你说现在这些车 就不能调好再发布吗 大家都这样啊 等他调好竞争对手 全发完了 还有他什么事啊 有道理啊 我们铁锈就是吃了 太实声的亏 非要等了上市交付以后才拍 热度全没了 那下次我们新车发布会 直接拍个视频 然后在评论区慢慢OTA 你差点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些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 顺便再点个关注 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同时也感谢这位 爱乌塔车的车主 把他刚买的爱车 借给我们来拍 这辆车现在总里程1200公里 有一大半都是我们开的 希望看完这期视频 我们不会失去一位粉丝 唯一的遗憾就是 城区支架和戴口博车 目前还没法体验 希望等到下次拍 支架S7的时候能试到 希望这期视频发出去以后 我们还有勇气拍支架 那么闲话长说 看这次观众 又提了什么奇怪的问题 支架体验如何 城区和高速上都能用吗 目前城区支架还用不了 高速高架可以 虽然还有些问题 但已经是目前 我们用过最好的支架了 这种好主要体现在一些细节 比如跟车加速减速的动作 超车的策略 变道的路线等等 给人的感觉是 有一定经验的司机 给我我是愿意去用的 前车加速 他跟得很快 降左超车变道 他怎么知道马自达慢 降车过去了 超不超 降左超车变道 哦 这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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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交气通行 挺有礼貌的 哦 右边是木木 木木 原来别我吗 驾右延岛行变道 哇 有违法拍照 而某些品牌的智驾就是纯萌星 让它开能几死个人 下什么车 走呀 山上呀 哎呀 变个道几死人了 之前我们也试过华为基于高精地球的城区智驾很厉害 所以就很期待阿维塔12和智驾S7后续的更新 虽然我不是很看重智驾功能自己也不会经常去用 但如果你喜欢智驾的话 那一定要试试华为的 我们认识的几位阿维塔12车主都是坐了同事的11之后就订了车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 没事少坐同事的车很费钱 阿维塔12的三电相比智驾S7落后多少 首先我们还没试过智驾S7 但从某些性能指标来看 S7的三电系统确实更先进 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中国的电动车发展确实快 技术几乎是以越为单位在更新迭代 问解和智驾是华为智选车合作模式的产物 而阿维塔是H1模式 相对来说前者关系会更紧密些 简单来说就是民事里带戒的才是亲生 但大家也没必要为技术人 再好的技术也都转后为产品 我们更该关心它的实际体验如果 比如性能是否更强 能耗是否更低充电是否更快等等 这些都得等试照车再说 所以敬请期待我们后续的节目 续航如何 实际高速续航能到500公里吗 我这几天上下班开 使用2.98的星期胎压 平均电耗在20左右 高速加上空调的话会到22以上 如果不开空调 跑中环能刷到17.5 四续板标准的续航是650公里 离线观光下应该能跑到500 但一直跑高速就不一定了 流媒体后市建议是用了什么设计 能让它在雨水天气保持清晰度呢 主要是靠镜头动膜能输水输油 而且所有两个摄像头是内凹的 不论是停止还是开起来都不容易弄脏 车尾摄像头倒是容易被尾巴气流卷起来的 沉土或泥土弄脏 所以它配了一个喷头可以自清洁 总之平时大家尽量不要用纸或者抹布 用力去擦这几个摄像头 容易损坏动膜 脏了用水冲一冲一般都能冲干净 没有后视镜会不会很别扭 要多久才能适应 如果单纯只是前面提到的使用方式的变化 那适应起来倒是不难 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在判断物体距离的时候 一方面靠眼睛对焦 一方面靠观察点的变化 或许到各种参数以后 人脑就会下意识地计算出 它们之间的距离关系 但流媒体后视镜给的视野就是一个平面 基本没有景深 摄像头位置也是固定的 这样就给判断距离增加了难度 开在路上的时候还好 但如果你依赖后视镜去停车的话 就会很费劲 只能更多的依赖全景影像或者自动驳车 另外就是变道的时候 除了观察侧后方向 有时候还得防着更远一条道的车变过来 普通后视镜的话 顺着瞄眼就看到了 但流媒体就得车内车外换着看 所以这个功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但目前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至少它是有好吃的 就像苦瓜香菜鱼香草这些东西 虽然难吃 但习惯了味道以后 它是有营养的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我是挺爱吃的反正 但某些车型的某些功能 就像屎一样 哪怕你习惯了觉得没那么难吃了 也改变不了它屎的本质 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甚至可能会危害健康 停停停停 下个问题 底盘操控怎么样 值得再期待空悬版本吗 先说优点 平路巡航很稳 过弯侧轻也不算很大 刹车脚感不错 但走一些烂路和压井二的时候 底盘容易有多余的抖动 显得不太高级 我们试着把它压从29降到2.6 也没有明显改善 过紧缩带的时候 车身有比较多的上下晃动 如果两个前轮不是同时压到的话 那还会有明显的左右晃动 飞盆表现也一般 姿态不大体面 甚至出现了类似深耐S7的情况 总的来说 在20-40万的电车里面 它的底盘只能排在这个位置 至于空悬版本 我们在店里短暂的体验过 多余的抖动依然存在 但运动模式飞颇会更稳 所以说这两块钱吧 不能说不值 只能说效果有限 顺带再多提一句 不要在下雨天 打开运动模式的同时 关闭ESP 挺吓人的 大部分电车说关 但实际上没有全关 但艾维塔12是说关就关的 你怎么知道的 下个问题 试驾国艾维塔11 感觉转向不跟手 电门不跟脚 坐电的长度也不太够 这些问题在12上有所改善吗 我们也试过时宜 基本上是一样的 店门不跟脚 昨天在舒适模式 延迟比较明显 但运动模式就会好很多 有一说一 12的坐垫其实挺长的 但因为它地板太高了 也就把腿架了起来 坐垫实际能撑到的地方没多少 转弯半径大吗 挺大的 有6.25米 接近劳斯莱斯山林 平时转弯半径5米多的车开多了 再开这个 会发现地户有的万一把过不去 路口有的一把掉不了头 挺难受的 之前觉得极克001的转弯半径不小 但其实也就有5点9米 在不考虑后轮转向的情况下 转弯半径主要取决于轴距和前轮的转角 这些当然也希望把转弯半径做的小一点 但因为前轮左右转的时候 是要占据车头内部空间的 所以往往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就像大众ID系列 前轮转角特别大 转弯半径特别小 但代价就是没有前辈箱 内饰结实吗 装配工艺怎么样 本来不想多提这事 但没想到真有人问 我们这辆车的内饰主要有两个瑕疵 都集中在后排 一个是地板 表层和下层不贴合 采用具有空隙 一个是坐垫 有点松垮 稍微用力就能整个拆下来 后排坐垫能拆很正常 它就是这么拆的 但是像它这么好拆的不是很常见 当然这个完全不影响使用了 但是毕竟是三四十万的车 这种细节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当然以上评价仅针对这一辆车 不代表所有的阿伯塔12都这样 后排座椅可以调节吗 不能 后排基本就没什么能调的东西 空调不能调 座椅加热不能调 两个头枕也不能调 中央头枕倒是能调角度 但不能调高低 会怼在脖子上 前排座椅按摩力度怎么样 八点还是十点 八个点 力度还挺大的 后备箱能装几个木 从参数来看 415升 不是很大 和我的03差不多 木木的体积大概50升 所以能装八个 后备箱有220伏插孔吗 没有 只有150瓦的12伏鞋口 想要220伏 只能从充电口外放电 不是华为手机会影响使用吗 没什么影响 就像没有魅族手机的 弗拉米妖头 它就是个正常的车机 如果有华为手机的话 就会多一些无缝流转 超级桌面这类的功能 没有的话也没必要 专门去换个手鞋 红轮车机支持的车混功能多吗 跟其他新势力相比不算很多 放盘 后视镜 车门 月亮灯 都不能通过语音控制 当然这个问题也不大 因为它要么是不需要通过语音 要么是使用频率很低 但我总觉得 红门车机没有针对这款车 用心的去调 比如之前提过的调节天窗 再比如你想去调 远端屏的亮度 它会去调中控屏 远端屏亮度调低一点 屏幕亮度已设置为11% 你调中控屏干嘛 虽然这些问题 可以通过OTA解决 但我还是希望出厂的时候 能给消费者一个更完备的产品 手机打开NFC放在充电板上 会影响无线充电吗 不会 因为它的NFC感应区在屏幕的下影 但这个充电板有一个bug 如果你放手机的时候 没找准位置 充电板降下去 就会把手机架起来 然后它就会充电暂停 它再升起来 然后开始充电 再降下去 再升起来 再下去 再上来 嵌入一个无线循环 音响对比同级别001或者001 10秒钟 1 2 1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拜拜